老闆姐 我行程 今天的 第三天的行程 就是一早就騎腳踏車 接下來會有 腳踏車的踩點 然後 下雨我只能用GoPro拍 所以有機會再帶你們去看一下 然後他們是靠左的 所以 謝謝老闆姐 好 老闆姐 我們現在來到了高廠商店 聽說是這邊百年的商店 本來今天的行程是去騎腳踏車 就是你剛剛沿路看到的鄉下景色 現在應該 現在因為 下雨 現在有點下雨 所以我們只能逛這邊的商店 高潮商店 高廠 其實超商都差不多 這邊又是鄉下 所以沒有什麼 比較流行的東西 但是我發現 這裡有一盒 這個 記憶力 最近最紅的記憶力 央堂嘛 我就把它掃光 大家姐 我現在在鄉下 然後他帶我們去看 日本鄉下常遊的一種 很特別的商店 無人販賣所 也就是良心商店 大家看這邊有 這個 這個是防止一些什麼動物啊 跑進去 這邊有一個 良心的投幣所 這邊 他們農夫收成的農作物 會放在這邊 一個一百塊 有芋頭啊 香菇啊 兩百塊而已 非常有趣的地方 他們鄉村的一種 良心商店 腳踏車行程的 其中一個點 光明的瀑布 往下走就瀑布 這個就是他們的 光明瀑布 日本的山上 他們這邊都 沒有什麼垃圾 就是台灣跟不上的地方 現在來到 找拉車行程的 其中一個點 我身後是 香菇採集場 後面有一些木頭 我猜應該是 養殖香菇的那種木頭 他們這邊都會放一個 是保麗龍 然後 這邊一大片 我現在來到第二 第二個養殖場 他剛剛有解釋 剛剛看到的那個保麗龍 是保護這個菌床 他們這個是叫做原木採層 原木養殖法 這個一根木頭 大概使用兩年這樣 有很可愛的小香菇 他剛剛說那個保麗龍 其實是 他們會塗蠟或者是上保麗龍 這樣子 保護他們的 菌床 然後現在 試著柴跟香菇給我們看 找一個 Teen Size 我今天就幫AK採一根 他的Size 他的Size 像...這樣... 沒有啦... 彩香菇三根手指頭這樣 往膩的方向拔 OK 就這樣完成了呢 是不是很簡單呢 真的很簡單 接下來行程要去吃午餐 然後今天的午餐是 天台有名的食物之一 牛舌 牛仁嗎 阿倫 阿倫人在這邊 因為下雨所以腳踏車行程 取消很多 大概11點就要吃飯 現在要去搭船 大家看一下這個沈船處 我看到船了 該不會等一下就是要坐這個 現在要進去了 今天是要脫鞋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來就去 採口船長 請多謝 請多謝 在我的家裡 請多謝 在我的家裡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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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可以跟下轉就可以買東西 剛剛點的香菇 商店就在我的相機後面 小肉的Visa 現在在一個蠻漂亮的田中間 這邊是日本的新莊 他們的新莊是鄉下 蠻特別的 這邊一樣啊 蠻舒服的 空氣還不錯 什麼有種熟悉的感覺 叫台灣的鄉下人來體驗日本的鄉下 很可愛的行程 現在在新莊車站附近 有一間小漫畫博拉 這邊有個塗鴉牆 我現在拿筆 就是要幫上班標幹 畫一個塗鴉 但是這邊是日本 所以不能亂來 整畫一些正常的 上面不要看 而且 請訂閱頻道 對 對 老闆 宣傳到日本去啦 加信一下 這邊又是新莊車站附近 一個漫畫博物館 小小的 聽說這邊有附堅一博的蒸雞 對 這個附堅 不錯 附堅不錯 再停看 試試看 這邊有展出一些蒸雞 這邊有一個展示櫃 然後現在只認得 這個 柯南 最喜歡的獵人 這邊不大 就是在車站附近而已 一個小小的 漫畫博物館 這個就是他們的背牆 離車站很近 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我還是沒有找到附近的證據 要休憩 先這樣 今天的晚餐 今天晚上要吃烏龍麵 雞雞 新莊名產 雞雞只要八百八 AK剛好也是新莊人 所以 還剛好 然後這拉麵麵還蠻酷的 有些 名人的畫 還有雞雞麵 還有雞雞麵 新莊名產 店裡面還有 轉蛋 很特別 現在要去旅館 對 現在就是 雞雞麵 他們比較喜歡 現在在第三天 住了旅館的走廊上 然後一樣 今天還是要做旅館的開箱 這是我住的房間 讓大家看一下 廁所 一樣有浴缸 迷你浴缸 跟一個 對 又是這個 免治碼頭 這樣 然後 雙人床 基本配備 電話 筆記本 有一個 很可愛的紙盒 三型線 可愛的水 今天的look 咖啡水 終於有水了 冰箱 電視一台 衣櫃 看一下衣櫃 有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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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浴衣 看一下view怎麼樣 看一下view怎麼樣 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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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飯店 現在在三型線 來到旅遊 第三天 一開始是騎腳踏車的行程 但是 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 幾乎都在車上 大概五點就 晚上 所以你們看到我拍那個 田裡面那一段 那個其實已經快到五點 快下山了 差一點就可以拍到夕陽 這邊是 三型線 新裝飾的 New Grand Hotel 很可愛 蠻精緻的 對 當然不能跟其他臉比 不過已經夠用 還有都有 免治馬桶 浴缸 電視 然後 現在是唯一一間 有水可以拿的 飯店 這樣 然後他們很貼心的 有一些 中文 算翻的怪怪的 歡迎光臨 請隨便拿 真的是隨便拿 隨便拿 隨便拿 對 同行的夥伴還不知道 我其實是畫那種 怪怪的東西出名 所以我非常冷靜 因為他們現場有一些 他們市政府還是縣政府的人 在 所以我總不能這樣直接畫 畫更屌 對啊 不能 今天這個旅程真的是還蠻鄉下的 都有一個鄉下人來一下 有一點懷念的感覺 今天感謝 感謝AK 很精緻 是觀觀做的 很精緻 但是我自己很粗魯 所以他們幾乎段 等卡等去 第三天的飯店感想 大概就在這邊 明天見 來吧 好姐 我們現在要去爬山 這是我們 這次帶領隊的向導